系子区农会在西万路休闲中心举办的细香司农友原型品发表会 包括了立委赖萍与新北市议员白佩卢 系子区长林庆峰、农粮署、市府农业局副局长都出席参加 系子区农会为了让消费在地民众认识国产杂粮、推广米时 跨县市与产地农场合作、大丸创意 以屏东的红豆为主角、与紫米、公馆芋头 以及彰化山药等食材结合推出了五款新品 其中包括四款冷冻条理品方便消费者加热及时 红豆纸米冷月以红豆纸米作为汤底搭配一球松软绵密的芋头泥 是大朋友小朋友都会爱上的甜蜜滋味 米代表也肯定农会的用心以及对在地长期的关心 今天真的非常开心来参加我们系子办的 这个系相思农友园新品发表会的活动 那其实呢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系子农会 比较是都市型的农会 所以它主要的部分就会在产销的整合 还有放贷的部分 那其实刚才李署长也有提到说 在借款放贷的部分其实系子农会绩效一直都是非常的优良 那产销的部分我相信大家也可以看到 结合了农民的这些包括红豆还有这个稻米 然后可以制作出更多的美食 那今天主要是发表会 那在明天呢也会在我们系子的复兴公园展示 那其实系子农会长期以来呢 对于地方的各项的公寓活动不予一利 那所有农会呢这个的农民呢 各项的这个服务呢也都非常的周到 那希望说透过协助农友的农产品的行销呢 可以让台湾的农业呢能够更生耕 然后也让更多的美食呢可以让大家可以品尝 为期两天一系列的活动 现场不只有杂粮料理示范 还有表演活动及闯关游戏 系子去农会落实食农教育精神 透过开发方便且多元的国产杂粮加热即时产品 推广吃在地食当季 这场惠林系子采访报道